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鎮宇 今天是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 又是新一個月的新開始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一宗奇怪的新聞 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女生不知何原因被斬多刀 在佐敦負傷逃命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 另外今天開始去到公立醫院探病 是需要出示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 有老人家表示非常不方便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 另一邊想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鎮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鎮宇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20歲女在佐敦捱斬背捕中刀 負傷逃命倒臥尼敦道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二十多歲的女子清晨在佐敦懷疑被追斬背捕受傷 負傷由佐敦道逃至尼敦道的時間不知倒地 清醒送院長舊 警方正調查事件 警方清晨約望5時33分 指一名受傷的女子 積餓在尼敦道與保寧街交界的馬路旁邊 地上有血跡 救護員到場 女事主由救護車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救治 警員事後在附近的碑利金街發現 相信是女事主的手機、手袋和一頂白色帽 警員及後在附近位於佐敦道22號的雄運大廈調查 據悉女事主在大廈內遇襲 中刀過後負傷逃命 在碑利金街與施襲者糾纏期間 留下手機和帽等物品 女事主繼續走到保寧街近尼敦道交界的時間 頂不住不知倒地 施襲者逃去無蹤 相關的受傷女子清醒送院 希望傷者盡快好 不過整個案情非常古怪 因何解救會被人斬 以及整件事是怎樣的 或是另有內情 令必須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公立醫院探病需要提供48小時的檢測證明 有老人家不滿身安排 報道的內文是 感格醫院管理局早前更新探訪要求 由今天8月1日開始 探訪人士必須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證明 有計劃探病的老人家不滿身安排 因為帶來麻煩準備向醫院 查詢可以探病的日期過後 再按時做核酸檢測 另外有病人家屬表示會立即接受核酸檢測 明天有檢測結果就會預約探病時間 因為探病的家屬只要進行這個快速抗原測試已經足夠了 提醒各位老友記 尤其是需要去到公立醫院探病的朋友 就要留意現在需要用核酸檢測證明 說快測是不備接納的 另一邊也跟各位網友講講疫情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聯合科學委員會今天會討論3歲以下幼童打針 曾祈恩呼籲政府加強解說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 今天將會開會討論是否降低新冠疫苗接種年齡 降至6個月大至3歲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恩在電台節目表示 若果這科學數據證實休同接種疫苗安全有效 醫學會亦會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小朋友打針 並建議政府需要加強解說工作 曾祈恩指若果科學數據證實休同接種安全有效 醫學會亦會呼籲家長安排小朋友接種新冠疫苗 並指休同接種劑量是成年人的十分之一 針頭亦會比較優勢 若果降低接種年齡 港府需要向藥廠合扣兒童配方疫苗 曾祈恩提到美國和加拿大上個月通過 被幼童緊急使用兩款新冠疫苗 但當地家長反應似乎不太踴躍 認為他們持觀望態度或政府解說不足 他指若果本港決定降低接種年齡 有機會出現類似情況 建議政府要向家長清楚解說 美國和加拿大都出現幼童可以打針的安排 但當地家長持觀望態度 老實說人之尚情 因為擔心 三歲以下的小朋友打針的副作用 反應是否會說 若果近三歲可能會說到 再細一點會令人擔憂 看來美國和加拿大那邊 據專家曾祈恩所說 當地家長都持觀望態度 而香港這一邊今日開會 看來晚一點會有所決定 看看如何安排三歲以下的幼童打針的處理 另一邊相亦和各位說說另一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奶粉價格10年升了近六成 超市、藥房、售價可以欠超過100元 報道的內文是 伯物騰貴的通脹慢於虎 銷委會調查指過去若勞十年 奶粉價格不斷攀升 有品牌的1號奶粉 在2009年賣195元 不過2021年賣308元 增加約是58% 同時不同銷售渠道的奶粉價格 差距亦甚大 當中超級市場最貴 大部份牌子都是教沃神士和萬寧等 個人狐狸用品店貴 最便宜就是藥房 全部都教超級市場和個人狐狸用品店便宜 其中美贊神的2號奶粉 超級市場可以教藥房貴145元 自從2009年2月開始 銷委會會兩個月就調查一次奶粉價格 直至今年5月 調查涵蓋7個品牌 33款貨品 包括1至4號奶粉 消委會職員經過3種銷售渠道 一共14間店鋪記錄奶粉售家 包括6間不同牌子超市 6間不同地區藥房 和萬寧與沃神士2間個人狐狸用品店 報道的內文特別提到 10年以來奶粉的加幅是近6成 以1號奶粉為例 某品牌2009年平均售價245元 之後持續攀升 到2021年達到326元 上升了三成多 另一隻賣195元 2009年時間 最後買308元 到達2021年時間 加價加足57.9% 這個議題家長朋友都會留意 除了打針外 奶粉越賣越貴 銷售會近期就出聲 另一邊商人也留意到 超市好像貴過藥房 不知道各位家長朋友怎樣看 不妨留果然聊聊天 尤其是百物騰貴 照顧一個弟弟也絕不容易 另一邊商跟各位網友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坑家的最高境界 有個香港女生 跟雙體的男子一起吃米線 被要求分兩斤辣湯 就說是否應該要給5毫子過餓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男女吃飯AA制就聽得多 但為了省一元 要求女生給兩斤辣湯 就真的聞所未聞 有港女在圖農區分享 跟雙體的男子的度數行為 指出日前相約 對方去吃米線 對方得惜她吃辣過後 居然要求分兩斤辣湯 從中可以節省一元加辣湯的費用 那女生就十分震驚地說 為何不叫清湯 問姐姐拿辣椒油 還可以瘋狂加 我給了兩斤辣湯過你 你是不是很應該給5毫子過我呢 她直言對方連一元加辣湯的前度上省 令到她對是不是跟這位男子 發展情侶關係有少少卻步 有網民就直言有關行為不能接受 應該即時將對方DQ 甚至連朋友都不好做 就說跟這些人一起沒有混 本來節儉是美德 不過若然省到這樣 還要相看 不知道各位網友如何看這個男子 可以不妨劉果然說說 還是她本身不吃辣 又不是 又問人家拿兩斤辣湯 不過女生問對方拿5毫子的做法 亦是引起網民的熱意 不知道各位怎樣看不妨劉果然聊聊天 多謝各位 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